还要看到苗栗县鲤鱼潭水库 明德水库最近有很多人来放生这个鱼虎 不过这鱼虎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鱼 可能会攻击其他的鱼类 还会大量繁殖 河川保育人士想要趁在这个水库 水量少的时候来除鱼虎也不容易 只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放生了 因为它的侵略性真的很高 苗栗民众组成打虎大队 在院里的锦山溪钓鱼虎 结果才一下子就钓到很多只 这是两年前的事 但到现在鱼虎数量还是没有减少 因为有人放生鱼虎导致大量繁殖 鱼虎还入侵水库 鱼虎是外来物种 大致又凶猛是肉食性鱼类 在水库里几乎没有天敌 鱼虎会攻击甚至吃掉其他鱼类 危害生态 有河川保育团体想要趁水库水扫时除鱼虎 但实际执行有困难 因为鱼虎数量多都躲到水库底层的烂泥中 而且水库区不能钓鱼 能解决鱼虎的只有水库管理单位了 以苗栗鱼鱼潭水库来说 管理中心表示已经有请人评估 看要怎么除掉鱼虎 不过目前还没有定案 还是要呼吁民众不要放生鱼虎 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华视新闻王山乌兆青杨宗颖 苗栗报导